心痛呼吸不顺 次落疗法缓解 台湾一名75岁长者20岁于时因肾结石切除幼肾 后在化学工厂工作 因常吸入化学物质 肺部有纤维化现象 平常会觉得喘 呼吸不畅 虽服用药物但效果不佳 至中医科看诊 张玉成中医师发现说话时会听到上气不接下气的喘民声 判断若用一般的针灸治疗 因其病程已久 效果可能有限 顾选用刺落疗法 就像中风放血一样 在病人肘弯处的齿则穴与下肢的四中穴刚好有静脉的清筋浮起 移踩血片刺落放血后将血挤出 带血流止后 病人当场觉得呼吸较顺畅 症状减轻许多 另有一名72岁的心脏病患者有装支架 时常觉得胸口闷痛 起先服中药 也有继续服用西药 症状改善一段时间 后来常觉心脏区有点痛 服药改善不大 在张玉成医师诊断与建议下决定用针灸治疗 因其年纪较大 又有动过手术 担心一般针灸穴位疗效较弱 决定在四花中的穴位放血 穴道附近虽无清筋浮起 但还是在穴位上做刺落疗法 放出血后 病人觉得胸部疼痛较为减轻 后继续搭配服用中药治疗 张玉成中医师表示 身体表面有很多微血管 有些浮现在穴道表面皮肤的附近 具有特别的意义 穴道除可以针灸 按摩之外 也可以在附近皮肤表面的微血管 用彩血片放血的方式 来达到特殊的治疗效果 如此落疗法 张玉成医师指出 中医常讲 久病必有瘀 痛症必有瘀 久病经络血脉欲结 局部血液循环障碍 多有预计成就的血液或代谢废物 次落疗法可治疗急症及九年成科 改善器官与组织的血液循环 加速炎症的修复 强化自体免疫反应 有抑郡 烫过敏 症痛效果 对于顽固性疼痛或顾疾 可以减轻疼痛 缩短治疗时程 健康生活编辑部 好 好 感谢观看